你不是一直说我不信任你吗 那你有没有想到自己 做点什么事情 来证明自己 让内心不相信 你质疑人们 彻底闭嘴 你不相信 你质疑人们 温柔 温柔 我怎么睡着了 你赶紧回去睡吧 都四点了 天快亮了 应该没什么事了吧 都怪我 平常总是忙着工作 疏忽了小暖 怎么能怪你呢 要不是我的话 小暖 她也不会在前面遇到麻烦 都是我不好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好啦 时间不早了 这儿有我呢 赶紧回去休息 明天还有会呢 别担心了 放心吧 明儿醒了之后 这事你别跟她说 我把她心里有压力 我知道 明天我跟李医生打个电话问问 到底什么情况 好 好 快走吧 回去吧 赶紧睡觉 好 嗯 姐 你起了呀 小暖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我平常到这个时候起的 你才是呢 还煮了早餐 你没事吧 等一下啊 那我先去跑步 跑步 你是担心我做的不好事想躲吧 被你猜到了 先走了 小暖 嗯 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 不舒服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事儿 我就随便慢慢 姐 怎么了 你不要担心啦 昨天 昨天 我公司真的有点事 现在没事了 你可以放心 我知道 你快去跑步吧 嗯 嗯 等一下小暖 又怎么了 天气那么热挺快晒啊 所以我穿得尝尝啊 还是要把这个喷一下 整身 这个很方便的啊 出门喷一下 都不用提前抹 你还偷懒着 知道了 知道了 你都说了一千遍了 好了可以了啊 你快我回去弄早餐吧 等我回来啊 好了我知道了 你小心一点啊 知道了 喂 喂 您也是啊 是我 是这样的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 关于小暖病情的事 好 好 您稍稍 您说 那您这么说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大事了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 对 我记下来 我都记下来 你放心吧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你不是一直说我不信任你 那你有没有想象自己做点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 让内心不相信 质疑人 彻底辟阻 不信任你 让内心不相信